大家在主礼平安 感谢咱们就现在西方 是星期三 上月二十四号 那东方已经进入了星期四的早上 好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有一天接近要回家 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所以大家要记得 永远的感恩 永远的走真一路 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 走到永恒 永远的爱神爱人 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上帝 是三为一体的上帝 天父天子圣灵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道路 真理与生命 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 存心存信存义 存力去爱我们的上帝 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感谢咱们就 这些话是神说 每一天都要记得 每一天都要实行的 所以大家我们准备好自己 就要回家了 好谢谢弟弟华强 先来的黎明治疗 也谢谢Kelvin 每一天upload在YouTube里头 还有方姐妹 也放在中国的西瓜 好大家 我相信 我们当中很多人 都有把这些信息 放在你们自己的YouTube 还有你们的Facebook 或者是Instagram 或者是 叫做什么 Twitter 是吗 我常常就没有注意 他的字是怎样写的 也怎样读 好不要紧 我们继续努力 那我只懂得用YouTube 好不好 那之前呢 其实 月梅姐妹也知道 她也帮忙我 去开这个Facebook的账号 但是就是不成功 那以前好像 鼠也帮忙我 也是不成功 为什么呢 神就是不肯我进去Facebook 那就是有她的原因 那记得差不多一年半前 快要两年前 我看到一个异象 他的异象就是这个Facebook的创办人 叫做什么 Zuckerberg是吗 那看到他 他在前面 他的眼睛就要侧面这样看后面 就是骗后面的人 所以后面的人 有男有女这些人都在 他们都在都被他利用 都被他利用 就是他的眼神 就是非常狡猾 非常邪恶的那一种眼睛 所以呢 都有他的原因 我相信上帝非常不喜欢Facebook 所以大家有在Facebook里头 尽量少用 除非是传扬神的福音 那就把魔鬼撒旦的作为 把他压倒了 但是在当中一定要记得祷告 好 那方式我们所做的侍奉神 或者是每一天的工作 每一天的事情 都要交托在主的手中 你要去传福音 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祷告 好不好 叫主走在前面 你走在后面 这是我一生传扬福音 就是这样 主啊 你走在我前面 我在你后面 感谢唱片主 那更不用讲到驱轨的事情了 一定要主耶稣走在前面 我们走在后面 好不好 好 那今天 刚才我去找哥的时候 就看到这位余弟兄 我相信他也是 当然一定有读过神学的 他也是在教神学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用牧师 大概他不是教会里面 他是培训中心里头的导师了 那他就一看看 看到他两天前放上去的 叫做什么 为什么神的百姓会拜偶像 我说 那不是讲到人的心吗 刚刚我有看到 一上在十一那边 看到神写着你的心 然后后面 后面有字 但是没有看 没有给我看清楚 就是看到你的心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个人的心是怎样的 所以看到这个就是配合十一 对不对 为什么神的百姓会拜偶像 所以我就赶紧把它 怎样讲 记下来 记下来 所以上面那首歌 我忘记名叫什么了 但不要紧 就是讲到我们有神 OK 有神的坚固 那我们害怕什么呢 对不对 最怕就是我们的心不正 不是神不在 而是我们的心不正 所以大家好好欣赏 这位神学导师 跟我们分享了 好 那接下来 我就本来要读李明治良 觉得说很怕太长了 为什么呢 等一下会读一点经文 就是在第八那边看到的一项 那明天我就读李明治良 因为今天的李明治良 刚刚弟弟话讲上来的是非常好的 刚刚好配合今天神工我们讲的话 那我明天才读吧 好 大家继续努力 我也不敢用大家太多的时间 好 那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 OK 分享看到的一项 好不好 感谢赵美主 阿们 那请大家看journal page的第一那边 两个一项是昨天网上看到的 然后下面那边又有一个也是昨天网上看到的 所以昨天网上有看到三个 那昨天看到很多一项 之前也是看到很多 但是我今天都看到很多了 所以我也不能够再回去明前天后天 因为真的我一天只能够花这么多 好不好 那太多 我的讲的太长 大家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就是很简单的讲一句话了 讲这句话 好 那大家看这个昨天半夜过后 12点23分看到了什么 是这个白色的圆圈 OK 白色的圆圈 然后旁边又有青色的四方格 那四方格青色就是走啦 go OK 然后四方格就是代表 新天新地也可以代表四月 然后四月走 然后呢 这个圆圈是什么呢 OK 有这个圆圈 然后下面第五那边有半个圆圈 然后第七那边有两个圆圈 里面有小小的好像zero 或者是代表新天新地哪一端 然后第九那边又有一粒圆圆 那是月亮 很亮光的月亮 还有后面那边 圆圈就是那个 信号也是圆圈嘛 但是我们就到 就是这个 在刚才讲到昨晚 看到了三个里头 一个也是讲到手机 又一个圆圈 所以有好几个圆圈 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圆圈呢 可以讲说总结局就是 这个圆圈是代表 最后的两个圆圈 最后的两个圆圈 一个圆圈十二天 两个圆圈二十四天 那今天二十四号 二十四号算起到十六号 OK 到十六号就是二十四天 二十四算到四月二十六号 就是二十四天 所以二十四二十四了 好 所以这个圆圈呢 是代表 十二十四天的 第一个圆圈 OK 两个圆圈 第一个圆圈 就是十二天 十二天 那到十二天 应该到什么时候 应该是到四月六号 四月 没没没 四月四号吧 四月四号 大概差不多这样 忘记写下来 不要紧 二十四八天 八再加十二 对对对 是四月四号 所以之前有看到 黑色的四色 很大致的四色 就是这个第一个圆圈 是到四月四号 那四月四号 也是我们的复活节 OK 复活节 或者是一月节的最后一天 一月节 以色列的一月节的最后一天 也是我们的什么叫做复活节 复活节对不起 我的电脑差点收拾了 那接下来就看到谁 昨晚十点的时候 十就是亡了 就看到一个男神 很帅的 很帅 差不多三十岁这样 差不多三十岁 他的看起来 对差不多像主耶稣 这么年轻 OK 主耶稣看起来很成熟吧 那这个也是成熟啦 当时 你知道是谁吗 因为之前一直看到圣灵 对不对 他常常给我是黑白啦 有看到他衣服穿什么颜色 因为代表什么颜色 什么颜色是代表什么情况 对不对 那他之前给我看到 他的脸不是那么清楚啊 不是说 你说我说清楚是什么 就好像我 如果我现在眼睛很好的话 一百八千好的话 我看你就是这么清楚啊 所以我看到他 意象当中看到他 就是像我眼睛好好的时候 看到每一个人那样 就是那么的清楚 可以想象得到吗 所以看到圣灵呢 他在笑着看着我 然后他的右手 就是右手的 好像插在他的腰 插在他的腰 是什么意思呢 OK 后来才发现说是圣灵 那是圣灵吧 没有其他的囊的啦 因为 然后就给我 给我聪明智慧师 是确定说是圣灵 因为真的很像圣灵 但是之前都没有那么清楚 那现在很清楚 看到 这是一个帅哥 圣灵也是帅哥 好不好 圣灵 OK 然后呢 你知道 在什么时候 是前两天 圣灵不是那个以牧师 是谁 高牧师以牧师 也传道 就是讲说我们的上帝 也是这么的沉默 对不对 沉默 他是跟随各月博 各月博讲话 对不对 说他沉默 真的我们的上帝 是很沉默的 以后跟上帝生活在一起 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跟着跟大家讲一句话 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上帝呢 他不把他放到高高 他是谦卑下来 跟我们一样的 其实他是万能的 对不对 他一下子 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 整个地球不见都可以 但是呢 他就是那么的谦卑 来跟我们好好的生活 那圣灵呢 他穿白色的衣裤子 是黑色 就是黑白分明的 好 那接下来就是 10点33分钟之后 差不多这样 就看到我们楼上的门 那个门就是代表天路 你知道吗 我们在楼梯 屋子中间 那个楼梯上上下下 就是代表天路 常常就是 整个楼梯来看 之前也是在那边 看到这个 到天坛的这条线上去 就是在那边 我相信 我有这个天路 常常也是在那边 我这个天路 他能够望来望去 能够这样 这样转来转去的 所以 其实我背后 就是那个楼梯了 所以看到那个楼梯 在楼上那边 他的门自己开 OK 没有看到 是里面 他自己门开了 开了差不多有半 六寸这样 六寸这样 所以门要开了 好 那接下来 大家看下面 第二 第三 第三那边 有没有 有看我画的手机 那个手机是这样 看到我的手机 然后它的背景是蓝色 我忘记彩蓝色 但是它的字是白色的 白色 一个圆圈 圆圈的上面 有四个字 两个字 两个字 所以两个字 两个字 就是二二 就代表事业 然后有 两个字的下面 有一个圆圈 我相信另外一个 两个字下面 也应该另外一个圆圈 现在是讲到 第一个圆圈 就是 所以一直跟我们讲 现在进入了最后的两个圆圈 第一个圆圈 好 大家继续努力 那 为了 为了 因为我这边 等一下就不见了 那我就先看 第八 大家看第八那边 第八那边是这样 看到有一个 男生 男生呢 他差不多是 30岁这样吧 30多 像主耶稣的年龄这样 他 他跑的 他在跑 OK 没有穿上衣 他只穿着他的短裤 OK 为什么穿上衣短裤呢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到时候 在主作前是赤裸裸的 但是他有穿这个黑色的短裤 好像游泳裤这样 但是他就跑过来 他很多muscle 就好像摔脚那种 那种 打退官都 当初都 他那种还没有这么 muscle muscular 就是打摔脚那种 他们很muscular的 也不是摔脚的 这是打什么 打什么裙 对不起 boxing boxing这些 他们 boxing的人不是没有穿衣服的吗 只穿裤子 对不对 对啊 他是boxing的 穿绝这样 然后他很有muscle的 他跑过来 很壮的 那跑过来 就是像我之前看到 在看顾我的天使 那个他也是很壮的 那后来又有一个很壮的天使 就比较高大了 那我很久没有看到那个天使了 好 那讲到这边 第一 那我们就进去 那是讲到什么 看到他在跑过来 为什么跑向我的方向呢 因为我这边有一个天路 对不对 所以就是跑上我的方向 就是回家的路了 回家的路 那我们就看 提摩泰后书 第四章第七节 那我们从第六节开始 保罗写给提摩泰 他的属灵的儿子的第二封信 他讲说 保罗说什么呢 他说我的生命呢 如同奉献在祭坛上的酒一样 正在倒出来 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快要到了 那是保罗讲 那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对自己也要快到了 对不对 是不是快到了 我们不是死了离开这个世界 不是 我们是连身体上去到另外新的世界 神从开始到最后都一直谈到这个天国 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那在2017年12月15号到18号 我就是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可以在YouTube里头看到这些见证 听到这些见证 那我这边不多讲 我现在讲这件事是因为我们当中不一定有些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信息 或者是刚刚开始 那就可以介绍我们的YouTube 常是Perfect Trinity Blessing 可以进去看里头有好多见证 但是我还有很多意向 好像video这样 10分钟15分钟 或者是还有看到一些属灵上的战争 我根本就不可能放在YouTube里头 因为我自己都 第一 人家很难去相信 第二 我自己也不了解到怎样 第三 我应该做的也做了 神没有歧视 我要放这些比较深奥的 放进去 我就不放了 但是我知道 就是知道 所以才能够跟大家 大家在很多方面看到的意向当中跟大家讲这些话 好 第七节 那保罗说 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所以保罗要离开世界不久了 那个时候他讲的话 那我们也是不久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是连身体上去的 准备好这个才能够上去 没有准备好这个 心留在这个世界就被留下来了 那第七节 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也跑完了 对 当跑前几天不是看到这字跑 那在第四那边也是有这个跑 也有跑 所以当跑的路我跑完了 这个boxing就是打的仗 打过了 跑也有看到这字跑 这个字跑 跑我也跑完了 所以信的道 OK 信昨天不是有讲到言吗 就是相信上帝讲的话 信人 OK 那人可以讲人子的话 所信的道 我持守住了 我持守住了 上帝给我们讲的 我们他的旨意 我们应该做的事 正义公义这些 我们已经守住了 对不对 那保罗继续说 从此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准备 所以我们回到另外一端 上帝已经准备好 奖赏给我们了 那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按照公义 公义是平等对待的 公义审判的上帝 主耶稣会在他来的那一天 把他赐给我 会在他来的那一天 把他赐给我 他来的一天就是这一次 我们主耶稣会再来这个世界 带我们回家 对不对 那为什么保罗这边讲到 那时候才赐给他呢 我相信我们现在过去 不是到新天新地 有这个 怎样 就是怎样 主耶稣的婚宴 对不对 那主耶稣的婚宴 当时我们也会看到保罗 对不对 保罗那时候也得到 他的这个特别的奖赏 因为大家知道 我到新天新地那一段的时候 那时候人在天堂 刚刚下来到新天新地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还在坐游船去看风景 那我看到很多地还是还没有 还没有开放的 因为而且那个要准备给新的 耶稣人下来那个地 他有看到两个大车在那边准备 没有人驾驶 他自己会动的 当时还有很多 当然主指示给我看的 只是一点了 所以那时候人家都很开心 星期六出来 他们那边 我星期六过去的时候 我相信那边也是星期六 所以很多人就没有上课 那边有学校 也有大学 也有做一点工作 上班这些 他们就到街上去走 很多人走 然后去肯定 去restaurant 去菜馆这些 菜馆的食物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好吃 看了就知道非常的好吃 所以大家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说很好吃的东西 比不上在另外一端的好吃的 好 感谢赞美酒 那保罗说到那一天 就会赐给他 所以你看保罗他们等了这么久 但是到另外一端的 上帝呢 我们这边一千年 在神的眼里 只有一天 对不对 OK 所以大概他们那边 虽然他们保罗走了这么多 这么久了 差不多两千年 但是给他不一定 只是接着短短的时间了 但是这一次 他要得到他的奖赏 就在我们的面前 他得到他的奖赏 好不好 好 那我相信之前 我的刚外婆去过天堂地狱 他看到保罗 保罗他是管理财务的 如果没错 管理财务的 那当然那时候保罗在这边 写这一篇的时候 当然他主也没有歧视 100% 从不都给他知道 照上我这样 我一天看了这么多的异象 也不是从不我都知道 我知道真的有限 非常的有限 保罗也是一样 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们一点点点 不要执着别人 不要一直执着 莉莉 你这边错了 没有 不要了 那一天不是看到 异象 整片是有各种的颜色 然后我的感觉 第一 还没有真正看到 我就感觉说 好像很多错误 然后就看到这个字 心命力 心命力就是说 就好像 然后后面听到声音讲什么 他声音讲说 sensational sensational 就是说做得很好 做得好 那上帝找好就是好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能够说 哎呀 我真的做得很糟 我不敢这样讲 为什么 那我就得罪上帝 因为是圣灵带领我的 我为什么能够做 我做的 哎 圣灵现在给我听听了 因为圣灵给我听听 那我如果我在讲说 我每天做的不好 那不是得罪了圣灵吗 还不是圣灵在带领我 对不对 所以圣灵现在一直给我听听 这是句话 是对的正的了 所以不要怪莉莉 好不好 你怪莉莉的时候 就是怪圣灵了 接下来 他讲说 那一天就试给保罗 不但会试给我 就试给保罗 也会试给那些 所有爱慕主耶稣实现的人 就包括我们在内 我们不是爱慕主耶稣实现吗 OK 爱慕主耶稣实现 所以每一天都准备好 这些人跟着保罗 都会得到公义的冠冕 而且得到奖赏 所以大家准备好自己 谢谢圣灵 感谢咱们一句 好 那接下来 第二那边 第二那边 我现在到我的头脑 是什么 讲到主耶稣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圣灵吗 站在那边 那讲到主耶稣 昨天跟大家讲了 主耶稣好像这些时候 没有看到他 因为新郎要来接新娘 所以不见面了 不见面 但是昨天就看到他 但是没有看到他的脸 看到他的脸 他穿白色的长袍 OK 坐在那边 是半透明的 半透明 然后你在十二那边 我画的 当时我画的 我画好之后 发现说有一点不对 为什么 主的手是两个 自自的在他的大腿上了 大腿上叫做什么 叫做西部 在西部那边 Lap 那边 他是自自的出去 他的手 就是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想很轻松在等候 主耶稣在等候这个时间 来接我们回 所以有看到主耶稣 但虽然没有看到他的脸 不要紧 好 也看到圣灵 阿巴夫 不是前几天 也是上个星期 有看到阿巴夫好几次 好 感谢赞美 阿巴夫很开心 我们要回家了 远远跟他在一起 跟主耶稣圣灵一起 好 接下来 那你说 莉莉 我现在不是有圣灵跟我一起吗 有 有 OK 有 但是跟圣灵在交通 不多 对不对 但是到另外一段 你时时刻刻都跟圣灵交通 跟主耶稣阿巴夫交通 OK 突然这些阿巴夫出现了 所以 没有一个人敢得罪的 好 接下来 那你说 是不是不自由 不会的 照相我现在 每一天我过得非常快乐 为什么呢 虽然我的脸不会笑的时候 我的家人觉得 莉莉 觉得妈妈 你为什么不会笑什么 因为 大家都知道 眼睛有一个折磨 OK 我的腿有一个折磨 你说我怎样去笑出来 但是我的心里面是喜乐的 是喜乐 但是你就是 不自由 走也不是 很多问题 当时不要被肉体捆绑着 不要被肉体的辛苦痛苦捆绑 不要 因为我们献上自己给上帝 所以要走过的路 也应当要走过 对不对 就好像刚才讲到 应该打的仗就打完了 应该跑的路也要跑完 对不对 要信得到也信了 对不对 也传扬了 所以就是工作要做完了 那第三那边 第二那边 是拿到一个小网 小网里头都是蛋黄 OK 蛋黄 那看到主在 圣灵在 或者是主耶稣在打这个蛋黄 那蛋黄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之前两三年了 看到 有三年了 我知道是在另外一间物质 写着天 然后四方格 与主耶稣在一起 OK 那就是说剩下的不多时间 只剩下的可以用天来算 不用 不是说星期或星期 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来算 就是用一天两天这样来算 与主耶稣在一起 所以这个蛋黄是橙色orange color orange color 或者是金色orange color 我看到的是orange 所以就是讲说 我们不到一个月就回家了 OK 那接下来 还有这个四方格 四方格现在给我想到什么呢 想到四月 OK 四月啊 四月的天回家 那接下来第三那边是看到四方格里头 四方格的东方那一端是有青色的光 然后里头写着18 18就是orange 18 因为我一直用orange是用青色的 所以大概神就给我一个线索了 就是18 orange 18也就是我们西方的4月15号 那东方就记录orange 19就是4月16号 感谢赵美主 那接下来呢 我就看到什么呢 半夜过后就看到 刨十多了 什么刨十多 OK 我起初因为那时候 我就立刻写下来 十多 十再加多 多是六话 那十就是十 十加六就是十六吧 那我就 因为 虽然是几个字 一排 OK 或是一个字 但是有时候方译有好几个 就好像圣经里头 那神学家都在跟我们讲说 神的一句话 可以有七个方式来解释 七就是神圣 神的应许 神圣的亡了 那十多可以讲十六 那我们知道 以色列在荒野里头 四十年 或者是三十八到三十九 四十年这样 那十六 那四十天的话 我们已经走过了十六天了 剩下二十四天 那就对了 昨天过了半夜 不是二十四号 开始算起到最后那边 就是十二十四天 所以就配合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跑了 前 最最最第一个字 跟最后一个字 就是跑了 然后十多就是十六 OK 就是十六跑了 就是四月十六号跑了 那接下来 有看到一条线这样下来 OK 蛮大的 然后像顶端有一个圆圈 OK 然后又有半圆圈 半圆圈是亮光的 亮光白色的光 那这个讲到半个月亮 半个圆圈 大家都知道 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 对不对 所以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比如说你这个时钟 是二十四个小时的 那我们现在走过前面的十二天 OK 所以就是前面的 从东到 从北向到东东到南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圆圈 是从南到西西 又去北了 所以第一个圆圈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呢 是看到什么 是看到字写着十五 十七 十七 十五 十七 十七 十五就是安息 十七就是胜利了 十七 大概可以说在天国了 如果我们安息在天国胜利或者是导转的 因为我们现在走导树了 所以十七胜利了 十七 胜利了 然后十七也是永恒的家 永恒的家就是胜利了到永恒的家 安息 那十五十七 十七加起来的话 是多少呢 是四十九 四十九就是刚刚好是欧马 欧马是算欧马的时候 然后是算一到欧马第一天第二天 一直算 算到四十九天 OK 那欧马第一天是在四月 写错了 不是四月 对不起 是应该是上月 我现在才发现写错了 是三月二十九号 对不起 三月二十九号 走走走 那四月就走完 到五月的十六号 这个欧马才走完 那就是以色列的日历 是尼桑十六号 到西弦五号 所以才走完这四十九天 好 那我相信我们不是跟着这个四十九天回家 不是 因为我们一直看到的就是十八十八十九 对不对 那只是这边就跟我们讲到欧马 导树了 装导树了 那还有一个是二十九 三月二十九 之前有看到二九是导树的 导树 导树不是讲导树吗 对不对 也是导树吗 二十九之前看到的 好 那是差不多两年前看到二十九 一直有讲到这个导树的二十九 接下来是看到两个圆圈 里面有一个小的圆圈 这个小的圆圈可以代表星天星地 哪一段也可以代表零 这是最后的 亡了就是回家了 所以有两个圆圈 两个圆圈 我刚才讲过了二十四天 好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两个圆圈是怎样 他会这样 他在动你知道吗 要怎样动法 叫上sign 你要sign 信号 你收到信号 你不是他一直看到他 他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所以这个圆圈是一直在动的 然后那是什么 是现场的 所以在第十那边 七点零五分那个时候 那看到这个圆圈一直在动 是一点零二分 那六个小时之后呢 就看到这个一项 在线 什么是在线呢 在线就是live ok live 在线就是线行的 好像线行 online 线行的 正在运行当中 在运作当中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项都是现场的 不是讲到什么一言了 因为已经一言已经走过了 我们已经跟我们讲很久几年里头 已经一直讲那时候是一言 但是现在不是一言 现在是当场发生了 好 接下来是看到muscular mate 也就是已经讲过了 就是我们现场的很多都是这样撞的 然后撞的已经硬要打的仗已经打完了 应该相信的到也信了 已经传染了 还有 一 还有 还有一个什么呢 吸引的到打的仗 你看我的头脑真的 我等下再回来 ok第九那边就是看到这个黑色的天空 ok 然后有这个月亮 月亮 月亮 ok 对不起 打的仗 好 ok 所信的到也持守了 打的仗 刚跑的路 ok 刚跑的路也跑完了 对不起 莉莉每一天都在很爱睡 ok 但是我们能够每一天跟大家分享 已经很非常感恩了 好 你说莉莉你笑有睡觉吗 很多人大概问 晚上你睡了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最多五个小时 你笑有没有睡觉 大多数都是没有睡觉 为什么呢 很忙 ok 有家务要做 有时候照顾孙子 还有我的意象要化 要记 要很多 很多东西要做 好不好 所以因为怎样 我们 我们要当跑的路 我们一定要跑完 对不对 我们要做的工作 一定要把它做完 所以没有一个人说 我没有时间 好 接下来看到主耶稣之后 下一个分钟就看到他的手就是这样大拇指指做两点的单位这样 然后第一个手指还没有出去还没有看到出去这样 我相信他就是这样我这样做的话可以说代表10 ok 西方的语言10是这样 从不得手指进去大拇指出来 然后你再撞撞一下就是代表10 12345到10 10 10就是亡了对不对 亡了 好 接下来是什么呢 接下 那我该想说5加9 5加9不是14吗 5加10 ok 不要紧 是看到筷子 ok 一把的筷子 它重复向做6点到12点的单位这样字字上去 很快的 这个筷子就转向11点的方向 也不是一样的筷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字字上去的没有看到 橙色或者是有一点奶油颜色 没有 但是转向的时候就看到有一根筷子 有一根筷子是奶油颜色这样 奶油颜色有一点很接近这个橙色了 所以就是讲说我们第一个圆圈 现在第二个圆圈是6点到12点 就是要完了 要完了 然后呢 找转向11点的单位就是上去了 上去就是讲到最后的两个圆圈了 好 那接下来 看到27 但是27当中的有一个空间 这有一个风格 有一个格局 举列 有一个space 那2乘7是什么 14 那14来讲 我们今天24号走到14天的话 我们不是到最后的10天吗 对不对 到最后的10天 那就是4月 现在走到4月6号 4月6号就是14天过去了 那4月7号走到 4月7号开始算金 到16就是最后的10天 也可以说是9天 对不对 那接下来有看到这个吸网盆 那个那个什么过滤 那个水流出去 那个洞 那个洞 然后就看到好像水龙头的水这样流下去 流下去 流下去 那还没有看到这个异象之前 我因为在这边休息我的眼睛 我好像要睡了 常常就是要睡的时候 你就听到声音 你自己会醒来 然后看到一向自己会醒来的 就是你的头脑没有去想东西的时候 上帝就跟你讲话 你的头脑一直在想东西 想这个 想这个 想那个 想世界 就要这样煮法 每天要煮 但是我不可以用我的时间来想煮什么 不要 主耶稣说 你不要想你今天要吃什么 神都有看顾的 所以呢 不要想乱七八糟的心 你说莉莉每天你看了很多新闻 就是你是不是我没有想 OK 那我要看的新闻我就看 OK 不应该看的新闻就不看 那些假假假假假的就不要看 真的你才看 因为怎样 可以带到祷告当中 就像那一天 两个星期前 还是三个星期 看到普天不是很操劳 很伤心这样 那就要祷告 对不对 然后呢 又看到俄罗斯的金光 也是很烦恼这样 很伤心 那就要祷告 对 但是现在好像没什么事情了 可以笑了 所以过了一个星期吧 就看到一个星期多 就看到普丁会笑了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俄罗斯是个基督族的国家 OK 很多犹太族都在俄罗斯住 很多 他很多代在那边 还有中国也是很多 犹太族在中国住 因为他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 Hitler不是打 在欧洲国家 在长沙 这个以色列人 犹太族 那长沙 犹太族 很多都跑到中国 中国就把他们说 你们可以过来 可以过来 俄罗斯 当然很多 在俄罗斯的以色列 犹太族 就是被Hitler藏杀 其实世界第二次大战 大家很多人 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个历史 我现在才知道 世界第二次大战 死的最多就是俄罗斯 为什么 Hitler就是从波人那边 打去俄罗斯 就是专门要打俄罗斯 打俄罗斯 然后当然欧洲那边 有些国家也被他打 但最重要的是 最终是俄罗斯跟他打 俄罗斯打胜了 但死的人已经死了 我是讲million million是百万 俄罗斯人差不多 那时候叫苏联 死了 差不多27million million 那27million就是2700万 2700万的人死掉 每一个家庭都有人死掉 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所以是俄罗斯打败西方的 那你说美国人 美国人没有什么死 他们没有真正的打仗 在世界第二次打仗 没有真正的打仗 没有 为什么说美国有原子弹进入日本 是因为他们很享受 人家国家在打 俄罗斯在保护着自己的国家 把希特勒打过去 美国没有做什么 因为其实最初就是美国支持希特勒 做的最后给希特勒做这些邪恶的事 这个事实我就不多讲了 然后他们很轻松 美国人没有打仗过 其实美国这个土地没有真正打过仗 那他突然间日本那边就打过来 打过来美国 为什么呢 那时候美国制裁日本 日本就飞机好多架打去美国的 哈勃 这是什么 破哈勃 那美国就生气了 他就原子弹下去 下去了 那东方那边当然日本打去 东南亚 还有中国 中国死掉1000多万 我忘记差不多是17吧 17 million 就是1700万的整死掉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吗 所以呢 OK 那就讲到这边就好了 那接下来有看到2 还有喜阳的喜 然后6 那是什么呢 一个2一个6 2加6就是8嘛 那下面中间那边是喜阳 喜阳就是evening 就是sunset sunset evening 那是不是讲到 我刚才不是有看到晚间吗 然后月亮吗 是讲到晚间 对不对 我相信这个是西方 那这个2呢 喜阳 然后6是不是讲到西方 我们这边啊 我们这Fairiton 是不是讲到8点啊 然后6点的话 再过去 那英国应该是 英国比较早嘛 对我们这边8点 英国已经11点了 那多伦多 我儿子那边 如果8点也是7点 但是还有一个 我之前不是看到 印象有时候会看到日本字 之前有看到日本的情景 那我们这边 如果我们这边8点往上 日本就是早上8点 OK 所以其实一个是一个线索 那接下来 是这个网 网里头有水 然后主给我上面看上去 然后他又转 就侧面 就是这样 像做30度 45度这样 给我看到 里面的水不多啦 不多 到底这个水是代表 活水呢 就是神的信息不多啦 好 最后一个异象 我刚才 刚才有没有讲到 那个 有有 就是水流下来 在那个洞流出去 当时我就听到声音说 可以回家啦 可以回家啦 后来我才醒 怎么我的头脑里头 会出声音呢 通常有 但是那时候我 也吸取我的眼睛嘛 就听到声音 可以回家啦 就是说 水流出去了 可以回家啦 好 接下来第19那边 就是看到一个 因为西方有时候 就是你一个 一个什么packaging 一个盒子里头 有水果 有什么 就是一个盒子 那看着圣灵把它打开 打开了里头 看到葡萄 我想葡萄没有到巴黎 我大概也换一点错了 我一直想说 好像只有六粒还是多少 然后他的 另外一片一片 我也没有看清楚是什么 好像是黄色啦 浅橙色这样 然后又看黄色 应该是黄色 还有另外一片呢 就是像叫东方那边 就是橙色的 橙色的 橙色过去橙红色的 小萝卜 小萝卜 一粒一粒 那橙不是多少呢 我可以讲说18到29 18到29 18到29 例 那如果18的话 好像这里头是代表欧马呢 欧马就是49天吧 49天 但是呢 我们只走了18天 所以他打开给我们看到了 只到18 差不多是这样啦 OK 那我相信是代表欧马 49 整个盒子有49 但是只给我们看到 我们走过的18天 东方就19天 欧马 好 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真的会回家的 就要回家了 感谢张美酒 继续努力 阿们